原标题 辽国如何走向灭亡 起因从一场头余夜 开始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 想必会知道 在五代十国至北宋时期 中国北方尤其单人建立的辽国政权所统治 辽国鼎盛十七江域东顶日本海 西至阿尔泰山 北到阿尔古纳河 大兴安岭 南接河北省大县 山西省燕门关一县 辽史终称福元万岭 不过从十二世纪初开始 强大的辽国突然就不行了 仅仅过了十一年时间 辽国就被后来崛起了金国所灭 那么辽国究竟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呢 归根结底 这还要从一场鱼头宴开始说起 辽国是当时中国北方的霸主 统治了五十多个不同的部族 位于东北的女真也是其中之一 女真是个通古四民族 其部族分布在东北东部的宽阔地带 辽国统治者将女真人分为三大群众 首先是生活在辽和流域 已完全被弃丹人同化的属女真 其次是生活在吉林东部 被当做一支附属民族的顺女真 最后是生活在松花江中下游 和黑龙江东部山区的生女真 在女真三大群落中 生女真的人数最多 和辽国的关系也相对较远 到了十一世纪末 生女真中的一支完颜部 逐渐从女真诸多部落中脱颖而出 辽国承认完颜使作为女真的首领 并认命完颜部落的首领为女真节度使 天作地辽国末代皇帝即位后 辽国和女真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 辽国使者在女真人的领地上作威作福 欺男霸女 辽国还要求女真人进贡各种珍稀物品 一旦没有完成要求 就要遭受严厉的惩处 1112年冬 天作地带着大批随行人员来到混同江金松花江流雨进行垂调并巡视领地 按照惯例 东北各部的女真部落首领都要来天作地的营帐前下劳 天作地摆出头颜 招待这些女真首领 九至八憨后 天作地命令女真首领们以此起舞 以作为臣服的象征 可 是当轮到一位叫完颜阿古达的女真首领时 他却予以推辞 甚至在天作地多次下令后 团领阿古达依然拒绝 天作地碰了位硬钉子 心里很不舒服 几天后 他对权臣萧凤仙说 阿古达一气熊豪 故事不长 可脱颖便是诛之 否则必以后患 萧凤仙却对皇帝说 这只是个不懂礼仪的粗人 没有大错就诛杀 怕会影响其他人归顺之心 可况就算此人有野心 女真弹丸之地 能有何作为 在萧凤仙的劝阻下 完颜阿古达躲过一劫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导致辽国走向灭亡的致命失误 完颜阿古达虽然没有在投鱼宴上 像其他女真首领那样起舞 但她的自尊心还是感到受了严重的伤害 同时 她也意识到 如果一直这样保持下去 将永远摆脱不了人为刀组 或为鱼肉的命运 此时 女真各部已经兵强麻壮 完颜阿古达决定 柴基向辽国摊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